好像前面第一堂课就有做过类似的 利用上面的 先插入一个那个表单 制定表单 然后名称改成List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Caption 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 如果忘记把前面的那个影片再调出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大A就是它的Label 然后这个是Button 中间的话有个下拉清单 分别再改一下名称 也许这个叫CB好了 其他名称不用改 这个用预设好了 OK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做什么 第一个 当它 这个Activate 就是说我希望当执行它的时候 它能够有个下拉清单出现 那这个下拉清单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清单 直接就放到这边来 这样会简单许多 OK那怎么样把这个清单 快速的放进来 当然有比较笨的方法 也比较聪明的做法 比较笨的方法就是你就 这个是CB嘛 它有个方法叫 点Add Item 那Add Item你可以清单 在下一行就是在Add Item 在笔画 以此类推 那这个变成写固定的 就是一个一个慢慢徐序的Add Item 它就会帮你写进去 可是如果说你的这个里面的资料有 里面假如又多一个清单式 清单的话那变成它比较不会聪明 它就是你将来还要改程式 所以以后你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写成活的 这个活的有大概至少两种写法 怎么撰写 来看一下 这下它的清单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知道说 怎么样把清单放进来 在表单空白处点两下 在上面呢 本来是Click的事件 请你把它改成Active的事件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的 然后呢 原来是写这样子 CB.Add Item 有没有 然后就上面看 可是这种写法 第一个 它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的你的资料多的话 当然会 比较没有效率一点 而且你要有新的清单 里面要重新更新过 当然资料少OK 可是资料多就会是问 那有什么方式 我们可以用 偵测的 什么偵测 就是说直接 告诉它说 我的资料是在 for J J 指的是在第几栏 这个 I 是第九栏 一直到 第十三栏 里面的第一列 第一列有我要的东西 你就一个个帮我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的话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清单里面 所以基本上 这个写法只要写三栏 就是for J 等于第九栏 跟这样 第九栏到第十三栏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你这个栏 第十三栏不知道 是不是最右边那一栏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侦测的 怎么 比如说我们这边不是游标放这边 Ctrl 向右 Ctrl 向右这个去处的话 就会自动去抓到第十三 那这个写法好像前面也有写过啦 比如说你可以把游标放在什么 Range的那个 哪一个储存格呢 你可以放在那个Range的I1上面 好有没有 然后去抓他的什么呢 最右边的一个栏的那个数字 那怎么写呢 得打个E嘛 and 刮胡 XL 什么呢 to write 取他的什么呢 取他的column 就取他的那个 哪一个COL 哪一栏 那这个时候呢 Ctrl 向右 就会抓到是第十三 就是M啦 他要自动帮你 但是回来他不是M哦 他回来的话 会是一个数字 刚好就十三 OK 这样写也可以啦 然后呢 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去CB.addItem 然后面的话就从假扳里面去抓 不过 这个可能要再一个 因为我不确定说 启动的时候是不是在假扳 所以比较正确的写法 也许你可以这样 在这个前面再加一个 加一个那个 加一个那个 你许子假扳 这样会比较保险 比较保险 或者你干脆 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你可以干脆 直接在最上面写一行 就是游标直接就切到哪里呢 切到那个 如果你这样写 SLED 底下这个就不用写了 因为呢 他确定已经把游标 移在假扳上面的话 那这样子 就确定是在这边 就这样跑就不会有问题 OK 那我们跑完之后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写 好 下下拉 就OK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动态的 全部放进去 那如果说你有很多清单 他会自动去侦测 几个清单都会 是活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 底下他按确定 那如果说今天按确定 会能够自动的去帮我 按照那个排序的话 那基本上 你也不用说 每一个就写一个 每一个写一个 你可以写个共用的程序 去抓什么 抓他不同的栏 也就是说 那个共用程序 差别只是差别在某一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直接这个 下拉清单确定 他这边的话 会需要什么 扣 一个移动工作表 从清单 那传一个什么 比如说他是 选的是清单一 清单二 清单三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个我想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地方 另外当然 我这边有后面有 顺便讲一下 就是可以E-mail给他 比如说你 清单排好了 再直接自动 E-mail给对方 诶 这样会更好 再等一下再来看 OK OK